朋友们,这个菜虽然食材很普通 但是这个菜呢,深受这个广大的消费者的喜爱 特别在小饭店,它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 同志们好 同志们啊,今天又给齐大师请来了 大家说都熟悉啊 太熟悉了 谁点的?溜肥肠 给我炸出来同志们啊 今天来一个北方那个名刺 这个牛肥肠呢,虽然它是一道下水的菜 但是在人们心目当中呢,它是一道好菜 香菜 是齐大师啊 对,对对对 来吧,今天齐大师特意要求说 今天做牛肥肠,齐大师说了 就得用鲜的肥肠做 对啊,这是鲜的 这个肥肠呢,已经啥呢 把这个翻过来,把油已经摘出去了 对,有一点油,东西都摘了 不能摘太近啊 同志们,你要摘太近了 不香了,非常不香了 这个呢,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棉叶 外振这个棉叶,想办法 有点其他师傅,来吧,偷偷吧 好,需要啥? 好,先加盐 先加盐 行,一勺啊 行,一勺行 先给盐给它抓起一下 抓一抓 让那个盐的生抽有生抽作用 对,一个生抽作用 再一个去一去 这个肥肠表面的粘液 哎呀,你看看 这个粘液的气味也不是很好闻 对吧,去掉以后 因为呢,进一步的 让这个粘液 少一点,再加盐面 给它抓一抓 这个行不行,杨先生 这个面嘛,它有吸附作用 吸附,就是说 在这个抓的过程当中 有醋,有这个面 能够吸附出这个大肠的表面的原液 那醋就来吧 来一点,行 好,白醋是吧 行 好 因为这个醋啊 它虽然是酸味的调料 但是它能够啥呢 去腥,解腻,去臭 还增香 真热的 要不说这李大师在我们旁边 我们家 有底啊 对,心里有老底了 齐大师啊 74岁 我师爷呢 78岁 78岁 老哥们了是吧 多少年了 那真是年头是太多了 相识就有三四十年了 四十,四十多年了 那哈尔滨当年啊 这个给它抓一粒以后呢 用清水偷洗两面 来,我偷洗两面 好嘞 好嘞 好,咱们把这清洗过的这个大肠呢 放到锅里给它煮一下吧 啊 为了加快煮的进度 我们用一个高压锅 对 是不是啊 高压锅呢 煮的时间呢 很快点 其他师那个冻的肥肠和鲜的肥肠煮的时候不一样 不一样啊 就是这个 口感也不一样 对 跟冻的它一冻呢 脱水了 脱水 这鲜肠就不足了 拿那个那个啥 菜刀把这拍一下 好嘞 完了咱们这个放点葱姜啊 葱姜三件套 对 这是两件套啊 还有件套呢 还有一个 完点了 1,9 把它放进 这个煮的过程当中切记不能放盐啊 放盐蛋白质凝固了以后 它不爱熟 对 完了呢 口感还不好 那开锅一会儿去一磨完就压上去 行 好 咱们这个肥肠呢 哎 各个二锅压二十分钟以后呢 是不是啊 现在以为好了 是不是啊 什么成功去下室 这个好的这个程度呢 就是咱们一般用眼睛看 嗯 不太准确 用筷子扎一砸 是吧 一砸就透了 看完了 一砸就透了 哎 这就粉价 这个不是 这个大肠呢 就煮 煮到一定时候了 是不是啊 过了不行 过了以后 口感就变了 啊 就这吃出这个大肠 实际弹性以后呢 就这个质感和齿感 对 不好了 是不是啊 香度也不行 是吧 咱们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非常煮得非常白 对 非常白 干净啊 是不是啊 要是冻的 颜色就完了 对吧 颜色就没有这颜色 是吧 这个呢 咱们煮完以后呢 趁热把它 改一下刀 嗯 改刀一般咱们都改的是 哎呃 滚刀块 滚刀块 或者马蹄刀都行 或者是马蹄刀 所以以前就叫滚刀块 对 现在实际上呢 叫滚料块 叫滚料块 这个刀实际不能滚 它是把料滚了 对 改改一下了啊 这就是这个味啊 实际上 对 原料 不行 这是原料改刀以后呢 就是这个 咱们所说这个 改刀以后呢 改刀的作用啥呢 一个是便于烹调 对 一个是便于食用 食用 是不是啊 哎 你不能讲一根长了 是吧 吃一口咬半截 留半截 给谁吃啊 是不是啊 咱们其实是先的冻笋 啊 先的冻笋 焯完了了啊 对 焯完了是笋尖啊 嗯 笋尖 是吧 配料啊 现在是这样 对 就配料 这是这是超出程序 就是这个程序 切完了煮了 切配料 切完配料 切调料 是吧 现在咱们切的是胡萝卜 胡萝卜呢 给它配点散儿 哎 另外胡萝卜在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场合当中呢 又成为小人参 嗯 胡萝卜素非常丰富 是不是啊 对人体的眼睛啊 啊 科很多器官 器官 啊 都有修补作用 修补作用 对 对 这个蒜呢 我们就不切片了 拍了以后呢啊 因为这个蒜 有蒜辣素 是吧 蒜辣素呢 能够去腥解腻 哎呀 去臭 是吧 增香作用 是吧 特别是成过爆锅以后啊 蒜这个香味呢 更浓 非常浓 嗯 然后再切点葱姜是吧 对 再切点葱姜 我们这个肥肠操完这个就是擀完刀以后呢 先要对碗汁 碗汁呢 要放盐 啊 味精 碗汁也是方便 对 碗汁呢 出菜快 白糖啊 白糖呢 去腥解腻 蒸鲜 蒸咸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都放完以后放酱油 好 姜姜您给 我给您来一勺 哎 行 不能放太多了 行行行 咱说我还 咱您加那么多盐 我还不敢给您加什么盐 颜色不要太浅了 所以说咱们稍微加一点老抽 嗯 可以 好 这样是颜色深一点 是不是啊 再加一点水淀粉 水淀粉 先 哎 把它加匀了 搅拌均匀 你看这个水是热的吧 它垫里面 它也不糊化 对 因为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了 对 把这个葫芦味炒一下吧 这葫芦味呢 哎 它这个不炒之间 它是属于硬性原料 对 硬性原料 这因为我们配菜的时候 应该讲就是软配软 硬配硬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必须得炒 它质地比较硬 对 这炒一下以后呢 哎 这个葫芦呢 炒完以后呢 哎 就软一点了 是不是啊 然后 再把我们这个肥肠炒一下 对 就是在炒之前 要这个原料加热一下 对了 硬性呢 哎 原料当在表面的浮油 啊 浮油多是吧 对 清烫下去 对 捞一下了 捞一下了 用这个热油痛打一下吧 这个热油的温度呢 大约在180度 啊180度 行业当中讲话呢 叫六成热 对 是不是啊 下里头有爆响 哎呀 然后是吧 把它倒出来 控油是吧 对 好嘞 倒入漏勺 控净鱼油 然后呢 哎 这底油就来了 就不用现款了 是不是啊 下入小料 煸炒一下 煸出香味 好嘞 就行话 咱们叫呛锅 是不是啊 煸出香味以后 因为料的形体比较小 所以不能给它炒糊了 炒鲜 对了 下入配料炒一炒 好嘞 煸的鲜味的煸出啊 哎 这香味出来了 现在 是不是啊 好嘞 再下入煮料 煸饼醋 好嘞 煸醋 不少了 哎 好 香味出来了 哎 我来 我来 满汁啊 拿走 好嘞 好嘞 手法 切入 哎 再放一点神奇的小料油 哎 出锅了 好嘞 出锅嘞 这是你把把你都先尝 你先得到的口味啊 这没办法 我是先 我作为厨师啊 我也是厨师 但是我是以我最小 两位大师呢 我给两位大师给 朋友们 这个菜 虽然食材很普通 但是 这个菜呢 深受这个 广大的消费者的喜爱 特别在小饭店 它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 明菜啊 下水管的明菜啊 对 是不是大师啊 对 够香啊 谁讲啊 以前讲吃香的喝辣的 喝辣的是啥 酒 有钱的应该下馆了 吃香的喝辣的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我是胆大的 在这里面 明天是胆大的 大胆 当时两位大师面 我就开始吃了 对 这个米饭我已经搬好了 下吃 嗯 这个菜基础要领啊 刚刚其大师 都给大家已经弄了 已经这个说了是吧 对 嗯 这个菜你看啊 香不香香吧 没确 自留一口酒 八大一口菜 不然再来个大蒜蛋 哈哈哈 其大师啊 出口就来词 啊 对 所以说以后啊 其大师也经常来吧 啊 经常来老爷爷 是不是啊 行 他是卖瓦盆的 一跳一跳的 哈哈哈哈 每日烟火器 现在老引进